位於海寶灣水產交易市場中的河香居 這裏是南海往期的海寶灣水產市場 而河香居是海寶灣市場中 喝茶食飯生意最好的一間店 可以見到門口停了很多電瓶車 我之前也有介紹過這間河香居 河香居這裏是丁財兩旺 最近廣州又有疫情出現 疫情一出現 食市酒樓所受的影響就是最大 現在很多間酒樓 喝茶還有少少生意 但飯市的生意就全部差了很多 飯市生意剩下以前的五成都沒有 看來最近有人擺為餐結婚 河香居有一段時間我都沒有來 因為覺得她有一段時間的出品 水準下滑了少少 在疫情的影響下有這樣的入座率已經很不錯了 沒有疫情的時候就是要排隊等位 現在有疫情了 食客坐滿大概九成左右 在這樣的特殊時期有這樣的生意已經算是非常不錯了 海鄉居的點心指 上面的字非常大 起點六個八 最貴的美點就是36元 早上來喝茶可以打8.8折 看看她們今天的出品如何 先放一碗 鮮八盒粟米粥 14個八一碗 裡面有鮮八盒粟米和肉碎 蛋絲炒麵16個八一份 一份好大碟 鴛鴦紅蔥頭時梳16個八一份 用紅蔥頭淋過 調菜特別香些 在粥裡加入蔥和薄脆 河香居這裡還可以幫食客加工海鮮 八盒醬蒸鳳爪 20元8毫一籠 未吃看這碟鳳爪的色澤已經覺得不錯 這個麵炒得非常有鑊氣 16個八真是值得吃 幾乎桌桌必點 今天炒得有水準 麵非常鑊氣 碟底也沒見什麼有 燕麥紅豆薄餐 12個八一份 這個紅豆薄餐是我每次來必點的 粥底不錯 樣樣料都非常新鮮 看來河香居找回以前的水準 用蔥油淋過的青菜 真是好吃過就這樣白鳥 吃起來香很多 今天這碟鳳爪 醬汁的味道調得非常好吃 醬汁的味道調得非常好吃 荷香居今天的出品有少少驚喜 鮮蝦燒賣王 22個八一籠 燒賣上面有蝦和蟹籽 這裡的燒賣是用一個鋁盆做墊底 這個比較特別 燒賣吃起來味道不過不失 如果在往期來說 河香居就是我自己比較喜歡來飲茶的一間店 不要小看這間河香居 很多點心師傅都喜歡來這裡飲茶 鹽麥紅豆薄餐 裡面是紅豆加少少鹽麥 好吃過裡面包甜麥片的薄餐很多 4個人飲茶加上茶位 不用120元 今天這餐茶河香居的出品值得表揚 希望繼續保持這樣的水準 我住在廣州 我喜歡分享我生活中的點點滴滴 如果喜歡我的視頻 記得關注我吧